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多方面因素造成了此部作品能不能够在众多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 在竞争的演艺圈里吧 谁都想要从这里分一杯羹 之外能够拥有到突出成绩的作品只是少数一部分 有些作品还未播出 却引来了非常多的话题 此部作品当然就是有优神的了 比如说参与的演员非常有实力 说起演员王一博那就是娱乐圈关注度分一场非常高的一位演员 王一博参与的作品总会牵扯出很多的话题 他也被认为是娱乐圈里资源好的让人羡慕的演员之一 有部作品带来的热度非常的高 也就是他参与主演的古装武侠剧《游匪》 这部电视剧一开播就引来了很多丰富的话题 参与到这部作品的演员观众也是很满意的 此作品已经快进入到尾声 剧本的热度是依旧不减 话题依旧是接连不断的扯出 观众们被剧本的剧情还有演员深深的吸引住了 很多小伙伴已经开始关注王一博的新剧本 这部作品就是风起洛阳 这部作品的故事情节参杂了一些悬疑片段 这样的剧情更能够吸引住观众们 此部作品参与的演员阵容观众们也非常期待 除了王一博参与这部作品之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有热度圈里 另外几位非常有实力的演员 比如说大家非常喜欢的黄轩 拥有非常丰富的演艺经验 还有送线 颜值 演技 双双再现 这样的演员班底让人非常满意 关于王一博的消息可以说建立不断 此次参与到新剧本分期洛阳开拍 我们又了解他的另外一部双男主来袭 这样一个节奏让我们感受到这事要罢评了 我们当然也是非常期待 王一博给我们带来更多作品了 毕竟他的演技确实实可以征服观众们 他参与到的人物总是会被他演绎的深入人心 此次给我们带来的这部作品是《冰与火》 这部电视剧是由浮动于编剧指导的 很多小伙伴看到王一博参与此部作品的剧照的时候 被他帅气的形象深深吸引住了 我们非常关注参与此部作品的另外一位男主角是谁呢 毕竟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双男主的剧本 和王一博一起搭档的这位男主人是陈晓 非常有实意的一位演员 更是被我们认为已经开启了罢评的节奏 毕竟他参与的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 G203出演了一些热播剧本 此次他们能够共同的参与到合作 这部作品被认为是一部预定的爆款剧 其实这部电视剧《冰与火》推出之后呢 确实引来了非常多的关注点 很多小伙伴也会被牵扯到 参与到这部作品的两位男主角 毕竟他们在演艺圈里拥有的成绩 非常让人羡慕 参与到这部作品的这些演员 更是被认为顶流艺演员阵容的班底 这样的一个演员阵容组合 当然会牵扯出很多话题了 无论是哪一位他们诠释的人物呢 总会深圳地吸引到观众们 这样的一部作品 你们难道不期待吗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冰粉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